这个老头不简单 一把飞刀破床而入 被他轻巧躲过 出门一看 刺客已经被文声赶来的 秦孝公和黑伯两人吓跑了 老头也不问这俩人是谁 秦孝公也不客气 老人还有个孙女 两人刚坐下就文声出来了 秦孝公一时没想好该怎么回答 老人倒是豁达 短短几句话就能看出来 这老头不是一般人 老人说的轻描淡写 这是学派之争 有人动口不行就动手呗 我也很无奈 人家没有直说 秦孝公也不便多问 又低头一看桌上有本书 老头还是轻描淡写 这个是鬼谷子 我也就是闲着没事随便看看 这鬼谷子可是既神秘又深不可测 秦孝公一下来了兴趣 老头十分谦虚 这鬼谷子就像是汪洋大海 难以尽数 我知道的也就是九牛一毛 这鬼谷子凶罗万象 对学生也是银财失教 所以才会出那么多奇才 而且有时候学到的东西 往往截然相反 大家都不知道 该把鬼谷子归为什么学派 索性就简单点 直接称呼鬼谷门 两人正聊着 玄奇端着两杯茶来了 寒夜客来 但茶做酒 快哉快哉 踏雪险走 德语高人 快哉快哉 秦孝公继续追问 敢问前辈 鬼谷门出山弟子 有多少人呢 老头略微思索 这事啊可不好说 大家都知道的 有孙婢旁娟 大家不知道的可就多了 什么兵家呀 法家呀 纵横家呀 到处都是啊 秦孝公心下一想 这不正是我要找的人才吗 这人必须想办法留下 又一想 这大晚上的 好像不太正式 于是就问 刚问前辈 平时就在岳阳居住吗 也算是 既然这样就好说了 这大晚上的 咱就先聊到这吧 改天再来郑重拜访 寄予不强求 胆看天意罢了 秦孝公说着 就起身离开 刚出门没几步 玄奇就追了出来 公子 还是武士呢 起身忘鉴 秦孝公尴尬一笑 没有戒心 用不着防备 玄奇玩耳一笑 早已看穿 根本就不是 玄奇没有拆穿塔 放在面前的剑都能忘 您这明显是故意留下的呀 是怕下次来找不到人吧 玄奇看着秦孝公离去的背影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个小院叫武玄庄 看上去极为普通 住在里面的人 却极不寻常 秦孝公带着礼物 前来求亲 啊不 是求贤 哎别说 这外号还挺别致 秦孝公被逗得笑出声来 老人从屋里走出 精神绝朔 气宇宣昂 秦孝公来的不是时候 两人正要出远门 好在来早了一步 既然是正式拜访 当然先要自保家门 前辈 这位是秦国中大夫 警监 在下营去梁 秦孝公看着玄奇 笑容消失 目光也暗淡了许多 有些拘束 小妹 别把我当国君了 制作一个兄长好了 玄奇微笑着推到一边 前辈 去东血液仓促 近日特来拜访 还望前辈指教 老人一点都不意外 早已猜到秦孝公的意思 老夫只能略为谋划 不能深属其事 前辈是怪我敬贤不周吗 老人笑着摇了摇头 我呀 有闲自在惯了 没想过要当什么官 更没有研究过什么治国之学 秦孝公以为 老人是在找理由推辞 看不上秦国 于是就问 那么前辈是觉得秦国太弱太穷 难以成就大业 老人并没有直接回答 秦公啊 你可知道老夫是谁 这个我知道啊 您不就是这五玄庄的主人 五玄公吗 不问出身 不问姓名就敢求贤 秦孝公的回答 让老头不禁感慨 秦公成之相求 老夫不仁相满 我乃秦穆公时 百里希之六世孙 百里要二百余年了 百里世世世代代 隐居山野 百里希曾经辅佐秦穆公 内修国政 外途霸业 开地千里 称霸西荣 统一西北 秦孝公一时惊喜激动 立刻跪地败倒 百里老前辈 英屈良不孝 来迟了 百里老人赶紧扶起秦孝公 随后说道 秦穆公死后没有后继英主 于是百里希就辞官隐居在楚国 并且留下一言 百里世的后代可以回秦国 但是不能为官 不能依靠祖宗公业 秦孝公非常惊讶 又觉得可惜 但是也不好强求 百里老人略微思索 这秦国要想强大起来 必须得有一个乾坤巨匠 秦孝公满面愁容 哎呀 这个我也明白 可是把整个秦国都翻遍了 一个人才都没找到 百里老人就笑了 既然是求贤 何必局限于国内呢 国际的就不香吗 你看我老祖宗百里希 不就是楚国陶奴吗 当时的治国能臣千叔 是宋国世子 大将批报是晋国武士 财务专家公孙芝 是北方燕人 大谋是鱿鱼 是西戎世子 这几个人可都不是秦人 秦穆公不就是因为 重用了他们 才称霸春秋的吗 连孔子都说 以秦穆公的胸怀 仅仅称霸实在太小了 应该统一天下称王 你看 治理秦国也不一定 非得用秦人吗 前卑是说 向山东列国求仙 对 向东方各国 送罗人才 秦孝公兴奋不已 拱手说道 千伯一言 开我貌色 今天回宫遍逆求仙令 老夫也带你奔驳一番 秦孝公有些心急了 您这意思是已经有人选了 白里老人只是神秘一笑 并没有回答 从武玄庄回来之后 秦孝公就立即着手 准备求仙令 上大夫干龙 好不容易写的求仙令 正满怀自信 摇头晃脑的读着 就听一声 老干龙不明白 这可是我反复思考 才写出来的 咋就不行了呢 秦孝公皱着眉头 听着不扎实 老干龙觉得很没面子 那您说吧 怎么着才算扎实 秦孝公深深叹了口气 一时也没想到该怎么写 但是这个肯定不行 秦孝公满脑子想的 都是求仙令 也顾不上老干龙的感受 话音刚落 景监又挑出来补了一刀 老干龙生气了 把竹简往桌上一丢 要重写啊 你自己写吧 虽然话是冲着景监说的 但是气却是撒给秦孝公看的 秦孝公也是无奈 你不愿意写 我还不愿意用呢 秦孝公苦思冥想了一晚上 终于完成了求仙令 可是拿到正式堂讨论 却受到三位重臣的极力反对 而秦孝公却认为 既然诚心求贤 就得说真话实话 先祖误国是明摆的事 有啥不能说的 明明就是又穷又弱 还死要面子活受罪 求贤还要白谱 秦孝公一边说 边围着正式堂转了一圈 走到老干龙面前 一个猛回头 指着老干龙身后的大臣 老干龙真是修炼到家了 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秦孝公接着说 咱求贤是为啥呀 不就是为了强国富民吗 一时间秦国特使 北上九园东出寒谷 南下五官 奔向天下各个大小诸侯国 景监则再次来到了 为国安逸的洞湘春 与之前不同 这次他带来的是战国第一雄文 秦孝公的求贤令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是猪梦 我们下期再说